超牛丁子户 加在龙脉龙脑上 只拆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力推都市更新 不过台北市议员佟仲彦接受民众陈情 北市中正区厅州路出现一户丁子户 在1582坪老旧社区的建地 原本82户现在只剩下一户 佟仲彦说 这间房子是罗姓地主所有 他卡住其他建户重建家园的都根梦 理由是拆房子会伤害龙脉 佟仲彦还出示罗姓地主 向柯文哲陈情战缓都根的文件 理由是因为建商拆屋伤到龙脉 酿成捷运杀人 台大硕士杀女友 辅行空难 还有中心医院骚扰案 罗姓地主还手绘龙脉图 指心电锡旁有条龙 他家是龙脑 不希望拆除 罗姓地主受访时说 自己对风水有点涉猎 从这里断供以后 事件不断 这个被敲来以后 我弟弟生病 我弟媳妇 也磕破 不是迷信 这有感应的 不过其他风水师可不这么认为 龙脑就在总龙 我们都更会算破坏到龙脑 不会 台北这里面来讲的话 团体里面 他不找不带龙脉的 由于去年底 其他建物都已经拆完 近半年只剩罗姓地主一栋 因为延误新建工程开工 与最后交屋时间 其他住户都很着急 一名住户受访时说 几名住户曾经到他现在住处 找他沟通 但罗姓地主还是不肯拆 北市杜根处表示 以杜根条例虽然可由市府代差 但还是希望能启动协商机制 以透过杜根中心安排再协商 对此柯文哲回应 又不是要做墓地 他怎么懂 要去开市 东新闻报道